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没想到已经来了很多看房子的人 小美觉得自己肯定没戏了 正准备离去时 公寓楼长小冬叫住她表示 这里的公寓不是先到先得 而是需要登记申请之后 他们再筛选出合适的租客 小美看到还有希望 便根据小冬的问询留下了个人信息 第二天 小美正在上班接到小冬的电话 小美幸运地成为了公寓的新租客 小美也兴高采烈地搬了过来 只是小美刚到公寓 就看到一个独眼男人盯着她看 独眼男的古怪行为让她有些不适 隔壁的男人小广还热情阳光 让小美春心荡漾 可一到半夜 小美就被奇怪的噪音惊醒 一连好几天 搞得她都快神经衰弱了 这一晚 小美听到厨房又有响动 打开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猫被放进烤箱活活烧死 突然 一个黑人袭击了小美 把小美绑在椅子上 小美第一个念头想到是独眼男干的 她打开厨房灯 小美瞬间惊呆了 这个人居然就是小美暗恋的对象小广 小美好不容易挣脱绳子 倒草的邻居却和小广是一伙的 小广追上来 用电棒把小美继倒在地 这时 这么一折腾惊动了所有邻居们 但人们对此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面对小美地求救毫无反应 第二天 小美从地板上醒来 发现自己被换了球服 被关在一个隔音房里 窗户也都被封住 接着小冬带着小广走进来 这时小广突然开口让小美面对墙壁站好 小美不知道这些人想要干什么 抗拒着不愿照做 于是小冬便让独眼男进来 她曾经就是因为反抗失去了一边耳朵 还有一只眼睛 这就是不顺从的惩罚 小美只好屈服 按照小广的命令 小美必须双手扶墙 蹲马步 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姿势 身体就难以支撑下去 小广告诉小美 旁边有两颗红灯 灯亮时你就得维持这个姿势 灯灭时才能休息 不知过了多久 灯终于灭了 铁门外送进来一杯水和一个变盘 这是要剥夺小美地尊严 但她实在太渴了 小美没喝几口 小美终于支撑不住 瘫倒在地 小冬立马带着小广出现 从你自己身上不停留 我们会帮你 小广居然拿出了一枚钉子 定住了小美地手